来泰国旅游 你喜欢逛夜市吗 上一次你来泰国逛夜市是在什么时候呢 2022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生活 那现在呢 等等在泰国的曼谷 这里就是Central World 然后今天是周末 我出来逛街 突然发现呢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直视 一个市场 那在这个广场上经常会有活动 那这一次呢 又有一个樱花节 然后里面呢 就有很多跳舞的一些女团 在里面表演 这些都是免费可以去看的 刚走进去逛一下 是挺热闹的 虽然听不懂 但是这歌听起来挺好听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一边就是这样的一个美食区 那它下午中午就开始开 一直开到网上 如果说以后啊 大家来曼谷旅游啊 都可以去逛 这种夜市呢 它非常干净 而且这里就是Santral Road嘛 逛往商场就出来逛夜市 还是非常方便的 挺有意思的啊 那是不是很久没有逛过了呢 今天啊 董董就带大家来逛一逛吧 一走进来 是不是感觉回到了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呢 然后它这边有这个三文鱼啊 三文鱼还是蛮划算的 这么一份的话是180泰铢啊 差不多就是40泰铢不到这么一盒 它是不错的 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这种桌子啊 就是你买了一些美食之后 没有地方做 都可以坐在这边品尝 然后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就是椰子冰沙啊 来泰国怎么少得了呀 不吃这个椰子呢 它都是现做的 就比如说它把那个椰肉已经切好了 放进去 啊 你来 60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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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来 我来 啊 啊 where you from Huwait 啊 啊 Chin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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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热情啊 就这个 然后大家看这边啊 它这边还有这种油条 现做的油条 这个油条还挺好吃的 在唐人街有一家米其林油条 哎 这边的话呢 有这个芒果冰沙 60泰铢 差不多12块钱啊 然后大家很喜欢吃的这个芒果糯米饭 这里也有 就是这样子的 这么一份非常的实在哈 一份的话呢 是100泰铢 20块啊 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尝一尝 夜市的美食 何吃的多 有真的很多很多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泰国美食呢 路边汤也有餐厅里的啊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那大家以后来到泰国漫步旅游啊 去逛各种各样的夜市啊 都可以去品尝一些当地特色的小吃 都是可以的 逛是逛不完的啊 就等大家自己以后来探索和发现吧 那今天的视频呢 懂懂了 就带大家来逛一逛 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夜市啦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关心 有什么好奇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